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三星电子作为全球最大的记忆体晶片厂商,它的业绩就如同这一行业的晴雨表。 其2022财年四季财报70.46兆韩元的合并收入,同比下降8%,而4.31兆韩元的营业利润,则同比下降近7成。 其中,半导体这个三星电子曾经的利润奶牛下降幅度最大。 三星电子中包括记忆体晶片、LSI以及晶片代工业务的DS部门,当期营收20.07兆韩元,同比下跌24%,环比则下跌13%,运营利润的落差更为明显。 去年四季度,DS部门0.27兆韩元的营业利润,只占据三星电子整体的6.3%,同比下降近97%。 实际上,早在去年三季度,DS部门的营业利润,出现了自2020年以来的首次单击同比下滑,相较去年二季度,以及上一年同期规模几乎腰斩。 但是,当期其5.12兆韩元的营业利润,还接近三星电子整体规模的一半。 而在2021年四季度,这一业务8.83兆韩元的营业利润,更是将近三星电子当期整体规模的64%,而这些半导体业务中,三星电子一直占据优势的记忆体晶片,成为重灾区。 去年第四季度,占据DS部门收入六成的,记忆体晶片业务当期同比下降38%. 作为参照,去年三季度,记忆体晶片当期收入已经同比下滑27%,但就已占据了DS部门超过66%的收入。 事实上,相较于三星电子其他业务,2022财年全年收入都实现了上升,唯有记忆体晶片全年收入同比下降了6%。 三星电子在财报中表示,由于全球经济放缓导致需求疲软,去年四季度商业环境严重恶化。 随着价格下跌和客户继续调整库存,其记忆体业务的收益急剧下降。 有晶片业内人士表示,从消费领域来看,与消费电子产业不懂基本一致的记忆体晶片遭受影响最大,它是消费是否景气的标单。 Counterpoint Research的副总监之前就表示,目前记忆体晶片的价格都已经接近成本,所以很多公司在延产,在降低利用率,因为生产越多亏损越多。 他当时还表示,记忆体晶片产品更为标准化,行业也更为集中,只能通过降低成本来实现盈利。 近两年持续走低的记忆体晶片价格,再未回到过2019年的高点。 以下跌更严重的DRAM市场为例,极邦科技Transforce的之前统计数据显示,整个DRAM市场去年四季度价格,约下降了20%至25%。 其报告还显示,为避免DRAM产品在大幅跌价,美光等多家厂商一开始积极减产,预计今年一季度DRAM市场的价格跌幅可因此收敛至13%至18%,但仍不见下行周期的终点。 并据韩国媒体The Korea Herald在3月下旬的报道,因大流行红利不在,电视等家电需求已失去支撑,加上美欧主要经济体积极升息,大大削弱消费者的购买力,使得市场充斥着晶片库存过剩,导致晶片价格大幅下跌。 由于记忆体晶片市场需求下滑最为严重,价格疲软,再加上库存水位过高,今年第一季度,韩国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和SK海力式的晶片业务,恐面临数十亿美元亏损。 根据三星3月下旬提交给韩国金融监督院的申报文件,截至2022年第四季,该公司整体库存资产达到52.2兆韩元折合399亿美元,刷新历史新高,远高于2021年的41.4兆韩元。 其中,占三星总营收比重最高的半导体事业部,2022年第四季库存金额达29.1兆韩元,相比2021年同期大幅增加约12.6兆韩元。 SK海力式也陷于一样的问题,根据申报文件显示,其2022年第四季整体库存资产,攀升至15.7兆韩元,折合120亿美元,同比增长75%。 由于SK海力式业务主要专注于DRAM和NAND Flash占总营收的90%以上,因此在市况低迷时期容易受到更大打击。 一名产业人士指出,PC的DRAM和NAND Flash价格已跌到快接近成本。 韩国券商KB Securities预测,2023年第一季,DRAM和NAND Flash价格将分别出现19%、18%的跌幅。 根据FNK的数据,在晶片价格下跌及高库存的情况下,2023年第一季,三星和SK海力式的晶片业务预计将陷入亏损。 其中,三星半导体事业部的营业亏损估计,介于1.91兆至4.47兆韩元,折合14.6亿至34亿美元,而SK海力式为3.11兆韩元,折合23.7亿美元。 根据TrendForce3月中旬的报告预测,2023年第一季,NAND Flash产业营收仍将击减8.1%。 不过,受益于凯霞、美光、西部数据、SK海力式等主要供应商相继减产,有助于缓解目前供给过剩的情况,带动NAND Flash均价跌幅,受炼至10%至15%。 为了度过眼下这场寒冬,SK海力式、美光都已表态将削减明年的资本支出。 但与行业纷纷将成本形成反差的是,三星电子一直保持着在半导体领域的重投资。 三星电子2022年53.1兆韩元的资本支出中,半导体占据了九成。 而在半导体业务下滑严重的去年第四季度,其20.2兆韩元的资本支出中,半导体仍占据了93%。 财报显示,三星电子在记忆体晶片领域的资本支出,集中在投资评则P3和P4工厂的基础设施等环节。 不过,三星电子过往就是以行业寒冬中的逆势扩张取得了记忆体晶片市场的逆袭。 以DRAM市场为例,据机构统计,2022年第三季度全球DRAM市场规模为181.9亿美元,环比下降28.9%。 其中,三星电子74亿美元的业务,收入环比下降33.5%,但仍以40.7%的份额位居第一。 三星电子也提出,预计需求将在下半年开始复苏,并将在DDR5、LPDDR5X等高阶记忆体产品上持续发力。 它们主要应用于伺服器、笔电等领域。 2020年第四季度才有相关首款产品面试。 LPDDR5X则是三星电子首款基于14nm的行动DRAM晶片。 一名半导体分析师表示,三星电子等厂商可能会加速DDR5替代DDR4, 由于前期DDR5的价格较高,有利于推动其业绩增长。 但它同时也表示,DDR5目前的行业渗透率,大约只有10%,还处在产业初期,不是行业主流。 不过其认为,未来DDR5的机会在于,通过和处理器企业合作推动DDR5降价, 以及DDR4相产等多种手段来实现产业替代。 数据量越来越大,对效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只要能和上下游产业链达成普遍产业共识,作为下一代技术肯定是更有前景。 然而,数个月来,跌跌不休的记忆体晶片价格,已经严重影响三星电子、SK海力士等大厂的业绩。 但与行业寒冬中诸多勒紧裤腰带的厂商不同,韩国媒体多次放出消息称, 三星电子仍计划在2023年,将平泽P3工厂的DDRAM和晶圆代工产能提高约10%。 只是,曾经保长逆周期投资甜头的三星电子,这次还能如愿吗?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